接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讲到 有好几个热心的网友捐助了阿祖法 所以他们这才有钱买了一些砖块 对他来讲真的是雪中送炭 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 说应该让摄像小哥劝一劝阿祖法 不要和康特再这样僵持下去了 好像他的丈夫和别的女人越走越近了 摄像小哥永远不会干涉阿祖法的生活 很多决定都关乎了他一生的幸福 有些事情别人也急不来 只能靠他们自己 网友们都觉得 康特天天带老者的女儿找自己的老婆 简直太离谱了 真的太不像样了 他们对于莱拉也有话讲 如果他真的看中康特了 一定是一件错误的事情 不能一错再错 这个男人对阿祖法也这样 根本就不能承担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也没有什么赚钱能力 而他又有一个这样强势的妈妈 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莱拉长得漂亮心也善 什么样的好男人找不到 所以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要是阿祖法知道这件事情 他除了惊讶之外 估计也没办法其他反应 因为他知道 一个男人如果要变心 石头牛也拉不回来的 一切就靠他自觉了 如果他先放手 阿祖法绝对不会挽留 阿祖法现在觉得 情呀爱呀都不重要了 爱情也不能当饭吃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生活 每天过得一团糟糕 那样的日子也是煎熬 他受过的苦恼 让阿祖法不得不现实起来 阿祖法其实和莱拉之间的关系不错 想想康特要是真的和他有什么 那也太尴尬了 以他对莱拉的了解 觉得他不是那种人 阿祖法住的这个地方 确实是与世隔绝 偶尔有一群山羊从这里经过 其他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安静 很少有人会走到这里来 大家也有疑问 这个房子是租来的 为什么阿祖法还要自己建一建 其实这一间是浴室和厨房 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而且阿祖法只是简单的搭一个房子 又不会花费多少装修在这里 最多就是买一点砖块 还有花些时间在上面 这些也是他能承受的 哥哥每天都忙个不停 阿祖法也有很多家务事要做 他有空也会帮忙 他们在这里没住几天 已经有烟火气息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